謝謝各位利臨,由香港集會大學中學全金文化研究中心主辦 蔡德韻教育基金贊助的中國文化講堂第五講 今天的講者是曾廣財先生 今天的講題是 雖然大家很熟悉的《儲水梁書》 《顏塔聖教罪悲刻不劃的特殊現象》 塞外登很熟悉《顏塔聖教罪》是儲水梁晚年書法的結作 根據《曾山而狗》 裡面《楷書》也參考了帝書的畢業 用不菲流暢,好像寫憑書一樣 自成一階,因為很大 近年日本的學者,有兩位方金大林先生和方金治先生兩父子 對這篇作品有詳細研究,發表了多篇論文 曾山在他個人的研究上,對這個個案有一個很深入的研究 提出他個人的獨特見解 曾山雖然大家都認識了,我們都介紹一下 曾山是著名的書法家 曾經從事黎潔教授、吳天任教授是研至歷史人 後來自力鑽研中國的藝術 師成李國榮先生、邱思明先生、龍子鐸先生、黃坤實諸偉先生 研習書畫、算客和鑑賞中國藝術 曾山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的兼任講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博文館專家顧問 石齋之有學術執委、甲子書學會會員 曾山作品多次在香港國地展出 曾山作品亦得到香港藝術館等文化機構 及私人收藏家的收藏 在2009年曾山獲香港藝術館 我又不是香港藝術商年獎2009評審團的成員 相信各位爭手熟悉的 也不需要我多加介紹 我們就保留下面的時間 你爭取多些介紹一下 個人研究的情況 我們有請曾經 多謝宗教授的介紹 也多謝各位書畫的同好 是這麼難得在星期六抽時間來聽我這個講座 在座應該很多都是 書畫界的愛好者或是一些方家 亦都有很多我的好好的朋友 好好的書友在這裏 變成了感覺就很好 好像大家閒話家常那樣 其實我不是一些什麼獨特的發現 只不過是代表我對一個過案的追尋 在這個追尋的過程裏面 有些朋友給了一些意見 令到我更加深入去再追 今天跟大家講的 亦都是希望將這個訊息給大家知道了 亦都希望從你們當中反映一些意見給我 讓我日後可以再追得更加深入一些 或者是大家一起 再做一個可以做一個研究 那或者在你們說之前 我們要講回那個時代的背景 那岩塔聖教授是一個 什麼背景之下產生的呢 我們要講回是唐太宗徵判19年的時候 袁藏法師是取經東歸 那距離他出長安的六二八年 他已經經過了17年之後再回來 他離開長安的時候他偷偷地而已 但是回到來的時候 皇室方面政府方面對他就很優勵 是切代他 那當他回到來的時候 20年袁藏法師就開始逆經了 我們都知道他是一個著名的翻譯家 亦都是一個旅行家 亦都是一個文化使者 那他的貢獻是一個很大的 那當他逆經這一年的時候 同時用口述的方法 是給一些弟子記錄一個大唐西域記 那這個記成了之後 他進程給唐太宗 那唐太宗是給他一篇聚 這篇聚就是我們熟悉的 大唐三藏聖教聚 就是蓋民意 而有像 顯浮在意陷生 四時無形 潮寒鼠以化物 那這篇聚 那這篇聚往年很多學者都說 其實應該是入到大一國文裡面來讀的 因為是一篇很好的四六文 是唐代一篇大文章來的 那我也都一路將這個信息傳給一些朋友聽 那我們在座有位蘇先生 就是呢 將這兩篇聚都背到熟為止 也都是求一個慎解 那這個很難得的 到二十二年的時候 聚成 那當時弘福寺的慈僧 就請求見大眼塔 但是呢 是大眼塔未見 那跟著呢 第二年的時候 二十三年呢 唐太宗就駕崩 就傳位給李慈 那這個是唐高宗 那大眼塔當時未見的 那到唐高宗三年的時候呢 元藏法師再上表 來去請見大眼塔 那元藏法師特別呢 是還畫了圖的 希望能夠親子在監製 那當時唐高宗呢 是認為這個規劃太過宏大了 就是因為他希望見七層的 那唐高宗認為呢 暫時未曾有這個可能 那但是又不想 埋沒了元藏法師的尾意 於是就說 不如先見五層吧 於是就由 元藏法師呢 就是親自去督工 來去做這個大眼塔 就是一個五層的大眼塔 那這個五層大眼塔呢 後來經過武漢朝的時候 又燒了一次 又再重建 在明代的時候 又火燭過一次 又再重建 那就是現象我們在西安 看到一個大眼塔 那最近呢 這十年八年的時候呢 由於法門子那個發掘了 就是說呢 在一個塔底下有地宮 那於是有些學者呢 就開始是用一些儀器來去轉探一下 看一下大眼塔 會不會都有地宮 那發覺到呢 有這個可能 但是暫時呢 就不想說開它出來 那如果這個地宮是有的話呢 相信就是當時元藏法師請回來的 一些呢 在印度啊 或者在西域啊 拿回來的文物之類的東西 那應該都是很難得的 那岩塔聖教罪呢 我們說包括了兩篇文章 一篇是太宗文皇帝祭三藏聖教罪 一篇是皇帝術三藏聖教罪記 那第一篇呢 是唐太宗御祭的 那雖然說預製有些大臣呢 是幫手潤色的 那如果大家呢 看習王聖教罪 看華人習王 他知道的聖教罪呢 你會看到後面有許敬宗啊 有蝕元昭啊 來濟一幫人的潤色 那這篇文章呢 是一篇寫得很好的文章 那另外一篇呢 就是唐高宗在太子時期呢 所寫的聖教罪記了 那這裡我們暫時按下不表 或者我們呢先約了講講儲遂良 那在座學書法的呢 個個都知道儲遂良 是一個什麼的書法家呢 他是初唐一個大家 歐如儲舌 初唐的四大家 那儲遂良呢 在太中時期的時候呢 做過喜居狼間爾大夫 做到中書令 不過呢 有一些跟官職不是那麼大相關的地方呢 還值得說的 就是儲遂良呢 是幫太中一起論書的 如果講年紀 儲遂良大過唐太中兩年 那但是呢 當儲遂良過世的時候呢 唐太中認為呢 是沒有人幫他討論書法 於是呢 他跟魏征講 那魏征這個大的間神來講 他說 我認識的儲遂良呢 應該可以跟你論書法的 於是他介紹儲遂良呢 是入宮來幫太中討論書法 那到太中征刊十三年的時候 即是公元六三九年的時候呢 唐太中下召 是收購天下的王羲之書籍 那收回來是很多很多 那當時呢 是找儲遂良負責做鑑定 那鑑定完了呢 成了一本書叫做 右軍書目 那現在還有流傳的 那有人說呢 如果要研究王羲之的真跡的話呢 一定要結合右軍書目 如果現在全世又有 右軍書目又有記錄的話呢 這些就是當時的第一手資料 亦都是儲遂良第一次鑑定 都認為是真的東西了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就要再研究了 那有哪一些的作品 在右軍書目裡面又有 現在有全世的呢 快說時程帖就是了 統時中帖就是了 所以這些帖呢 是被認為第一等王羲之的真跡 雖然間我們現在呢 有人都猶豫就說 快說時程帖呢 似乎是跟喪聯帖那些不太同 但是這個是唐代被認為是真的了已經 那儲遂良到高中職位的時候呢 就被受任為顧命大臣 太宗臨死之前在床前來去扶託給他 就請他自己的舅舅 請他的妻口 蔣孫無忌和儲遂良一起去扶證 那被稱為是顧命大臣 那在高中的時候呢 他呢被封為河南宮 任上書又服夜 那所以後世呢叫他做儲遙 那至於他的書法來說 我們剛才宗教授講過的話呢 他是寫楷書但是參究第二 那日本人的研究說他呢 那個第二在哪裡得來呢 那個第二呢 跟禮器碑有相似的地方 他是屬於平滑寬潔的結構來的 那寫起來的時候呢 用行書草書的寫法來寫楷書 那批評家呢說他多力風筋 壽敬通臣 空名非道 似離子一串 實下不千鈞 那至於體態呢 風華絕世 自成一家 那也都說他美人蟬鵌 不聲樂矣 這個都是形容他書法的體態很豐富的 這個也是儲書的特點之一 那我們現在呢 見到的儲遂良眼合聖教罪呢 還有很多的 但是宋托呢 就沒有傳有 我們傳有的呢 大多數呢 都被認為是明朝的塔管 但是明朝塔管到清朝塔管呢 還流傳有很多呢 是很精細的塔管 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原因就是說呢 這兩塊碑石呢 都是很好的碑石 而當時黑呢 也都黑得很好 那個黑手呢 叫做萬民少 或者一會兒我們約略介紹一下 雖然資料不詳細 那2007年11月的時候呢 在香港理工大學呢 就舉行了一個 第六屆中國書法史論的國際研討會 那會上面呢 有兩位日本的學者 一位是方金大林教授 那他是日本別府大學的教授 那他曾經呢 是跟隨過日本書道具象 金子歐廷呢 是大學書法的 那另外呢 他的長子方金治呢 就是研究歷史的 但是後來呢 是改為呢 是研究書法史的 那現在呢 是北京大學的博士生 那他們兩位呢 一起合寫了一篇文章 就說 關於是顏塔聖教罪的 的幾個問題 那這一篇文章呢 發表的時候呢 可惜我們香港書道界裡面 留意的比較少一點 我要到遲了幾個月呢 因為買到這兩本磁鐵的時候呢 我才留意到一篇文章 那這篇文章呢 就是呢 是印在這裡裡面的代罪那個地方 用代罪的形式呢 來印了這篇論文呢 是在這篇磁鐵裡面的 那這篇磁鐵是一本很好的磁鐵 來的 因為呢 它裡面呢 是用石影和用塔本是互相對照的 每一頁紙印四行 每一行印七個紙 那是原帶來去印的 那如果在塔本裡面呢 你所見到一些特殊的筆劃呢 你參照回石本看的話呢 還見得更加豐富一點的 但是方金大林和方金治兩位呢 更難得的 他們呢 是將逐個字來去放大到A4 size 來去逐步來去檢視研究的 所以他們的精神呢 是很值得背負的 雖然間呢 他們得出來的結論呢 是跟我不相同的 但是呢 我也要衷心感謝他們 因為呢 因為呢 他們那個整理功夫 還有他們的呼籲呢 才令到這本字協能夠可以出現到 至於方金大林和方金治先生是為何引起這個研究的呢 據說就說他們呢 他們呢 在日本呢 是見到另外一本的 叫做禪液塔的塔本 所謂的禪液塔就是 這個塔本呢 是用很淡麥的塔的 那淡麥塔呢 就變成了一個字口呢 是全部見得很清楚 那這本禪液塔的塔本呢 他們見到呢 裡面有一些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有前代兩位書法家 在上面呢 是鑄了一些金點 和鑄了一些紅點 那這些金點和紅點呢 一共加起來呢 是有三百二十個 那他們逐個金點和紅點來研究呢 都覺得很奇怪 就是覺得那些都是 遇上是不惑有些特殊現象的 於是他們問呢 比田井天內 這是其中一個書法家的兒子 他問他 你爸爸當年 是樹低這些紅點和金點的時候呢 有沒有說 為何是落金點 為何是落紅點呢 可惜就說呢 是沒有留到任何的紀錄在那裡 那方金先生就說 就覺得 單純看這個塔本呢 還不夠 最好能夠去碑石那地方 來親自摸梭就好了 要觸摸一下 要近看一下 那於是他們寫信呢 是要求呢 去看顏頭聖教罪的原基石 那原來不是那麼容易的 這些呢 可能都是國保來的 不是那麼容易開放的 他們幾經艱難的時候 經過很多年的申請呢 也都找到很多朋友的介紹呢 最後到1997年的時候呢 才能夠親自打開大顏頭那個鐵閘 是進去近體 以及進去近鏡來視點 那麼距離他們做研究的 1991年呢 其實已經相隔了成六年了 那麼這點精神呢 我們覺得是很難得的 因為顏頭聖教罪這個碑呢 我1981年的時候呢 曾經隔著個鐵網 想去觸摸它 來去看清楚它 但是什麼都看不到 那個原因看不到 就是第一呢 根本就很難看到的 第二呢 根本呢 沒有這個意識去看的話呢 你不懂得找些什麼來看 原來我們去看的東西呢 都是我們先有了一個意念呢 才知道想去看什麼東西 如果沒有這個意念呢 眼前在那裡都會見不到的 這個就是我來的這個 那所以呢 我是很感激他們 那種的探究精神 那麼他們呢 經過多番的研究之後呢 他們一共發覺到呢 裡面呢 有一種很奇怪的現象 那麼得到這種現象之後呢 他們說呢 心中好像解除了一個大的秘密 那麼這個呢 我們在這段文章裡面呢 見到他的那種高興 那於是呢 他寫了一篇論文 那篇論文裡面呢 其實主要有四項的 第一項就是關於聖教罪 兩個碑左右的佈局 原來這個兩個碑的左右佈局 哪個擺左哪個擺右呢 以前呢是很紛亂的 不清晰的 甚至中國國內呢 有些碑貼呢 那些的編者呢 沒有親自去到圓碑來看 他以為兩個碑是大家對著的 原因就是一個左行一個右行 那麼兩個碑對著呢 剛剛的理由呢 是最好了 但是事實上不是 其實是兩個平排的 不過平排的時候呢 那個罪就在我們正面的左邊 那個罪記就在這裡右邊 那這個是關於兩個碑的佈局 第二呢 就是關於儲遲良的第一次左遷 即是儲遲良第一次為什麼演官 第三呢就是為什麼建於永輝四年 這裏值得說的 為什麼這個碑會建於永輝四年呢 其實第一點就是說 永輝三年才起大眼塔 你要起完大眼塔 永輝四年呢 才能夠建立這個碑的嘛 那這個好像很自然的 但是有一個地方呢 也都值得說的 就是方金先生提出來的就是 原來永輝四年是歲在貴仇 那歲在貴仇呢 那歲在貴仇呢 原來是一個好時年 這個年代來立碑的話呢 足以可以令人記憶回 王羲之當年曲水流霜 來去寫那個難形罪 那因此呢 會不會這個碑在寫的時候 著意到追蹤王羲之的痕跡呢 這個有可能的 方金先生認為呢 這個是絕對有可能的 那第四點呢 就是關於修正線 那方金教授呢 用修正線這件事來講 就說 裡面很多線條呢 是不是第一次寫出來的 是寫完之後不滿意 再加筆下去 是修正 然後得出來的 那他呢 講出來的修正呢 原來有很多的 在罪裡面呢 566個字裡面 有860個有修正 在最近412個字裡面 有632個修正 就是說一共呢 是有1400多個修正 那這個呢 比較在那個金點紅點的350個呢 是多很多很多 我們不要忽略了這個量的問題 因為呢 在中國的書家裡面呢 有人都說是留意過這一點的 但是他留意過呢 是二三十個字 當留意過三百五十個 當留意過一千四百個呢 這個是完全不同的看法 這個 我們不要看輕就說 以前的人都知道啦 他只知道多點這樣而已 但當他知道多點的時候呢 其實他所花費的熱的精神呢 就是豐富很多 也都是深入很多 那他得出來修正的結論呢 他説是將行書的風格 改造楷書的風格 那雖然不是全部都基於這樣的方法去修正 但這個是修正一個主要的原則 那另外呢 他得出一個結論呢 這個結論是我不同意的 但是呢 我們覺得呢 他得出這個結論是有意思的 他就說這個修正的現象呢 似乎應該揭示出儲勢良編成書碑的過程 第一是先用行書來去寫 第二呢 是因為被檢觀了 於是離開了京城去到同州 那回到來的時候呢 皇帝召命他再寫 他再寫的時候寫得不夠那麼好 於是就將原來那個行書那個寫法呢 是改造楷書的寫法 那這一點呢 是我們大家不同意的 那但是呢 不要介懷 有時候我們得著一個線索的時候呢 得出一個錯誤的結論呢 這個也是很常有的 那到這裏呢 我想大家都應該呢 是沒有問題 或者都嫌我太沉棄了 那以上這個講法呢 我2008年9月13號的時候呢 曾經在石齋知有的主持之下呢 講過一次 那當時呢 我涉及過範圍很多很多很多 那講得來呢 比較凌散 還有呢 有些地方呢 也都沒有人發現到更加好的資料 譬如對於毛骨方面呢 還有一些很好的 的憑據 那但是後來呢 再經過年幾兩年的研究呢 又覺得呢 又覺得呢 好了很多 又覺得明白了很多 那以下呢 我就下來呢 是用PowerPoint 一路呢 和大家一起來 看看這個過往的追蹤 或者我們找一位朋友 幫我 哎呀 已經出去了 是 這個是西安大眼塔的遠景 那這兩張呢 都是舊的圖片 跟現在不同的了 現在西安大眼塔之前 一個大廣場 那裏有些新的建築在這裏 那這個是近景 那兩個坑在這裏呢 在地層的這兩個位置 那岩塔聖教罪能夠可以保存得這麼好呢 我們要多謝就是說呢 從來都受到很高度的保護 第一 你看到那個鐵閘 原來這種用鐵閘去關閉的時候呢 唐代宋代已經是這樣的了 據記載就說 那些牛羊進不去的 不會破壞到的 第二是那個碑石呢 保存得很完好 那如果呢 由中間來去讀的話呢 由中間分開的時候呢 這邊是聚碑 這邊是聚記碑 即是這邊呢 是太宗文皇帝的聚 這邊是高宗 是太子的時候的聚記 那這個是塔館的整塔館 這個碑刻呢 上面包含了一些龍鳳的文 底下有些佛教的造像的文 那這裏是中間的正文呢 這個是碑顏 大唐三藏聖教之罪 他用第二書寫的 是陰文的第二書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就是呢 是大唐太宗文皇帝制 的三重聖教族 那跟著第二行呢 就是 是丐文義而有像 然後就要行生 一路讀過去 以田坤而美大 這個地方 一路讀過去 那後面都有個結閒的地方 那文字由這邊讀過去 一個是有二十項 一個是有二十一項 每一項是四十五個字 是呀 聚記碑 聚記碑用算書來去寫硬 那個方向呢 由這邊讀過去 大唐三藏聖教聚記 那正文呢 也都由這邊這樣讀過去 那這邊讀過去呢 我們以前一直以為呢 是英文呢 我們才會這樣 在中文呢 都有的 在甲骨文呢 有這個現象 在金文也都有這個現象 在唐碑裡面呢 也都不靜止 萬塔聖教就是這樣的 譬如是文名的 顏真卿的中卿眾呢 其中有個碑就由這邊讀過去 那這個是通行的印本 這本是一本很好的塔本 是上海斯畫社印的 這本呢更加印得好 是日本議員使用彩色精印本 那這個版本呢 很多普及本呢 都照他來去複製 那這個版本呢 被認為呢 是清代乾隆年間 一個金石學家 黃毅 黃小松的藏粉 那這個版本呢 那這個版本呢 這個版本呢 叫做小鳳南國 那他叫這個塔本 叫做宋塔本的 但事實上這個不是宋塔本 它是塔得很精美的 一個明末清初的塔本 但它塔得很精美 精美到呢 我們覺得呢 是其他有些塔本呢 都不夠它這麼漂亮的 這個就是塔手的問題 那這個 你看到這些塔本呢 凡親你看到小鳳南國這個印章 你就知道由這個版本來不走出來 我們看到四字 這裏側側偏偏偏多了一點 多了一點 這個時字呢 這些地方用交叉筆去撤筆的 無形的 這裏有開叉筆 那大概在塔本裏面都見到的 那但是我們以前見到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一路呢 年輕的時候都以為是補筆 即是說寫完一筆 認為不滿意 再側側加多一筆下去 寫到滿意 究竟哪筆是呢 你要哪筆 你要哪筆呢 其實蒙茶茶都不是要知道 這個是放大一些 選頁的三 選頁的三 四時無形 潛寒鼠以化蜜 是以虧天間地 容如皆色其端 凌陰陰凍陽 而折罕紅其素 然如天地包乎陰陽意識者 以其有象也 陰陽處乎天地 要無難同者 以其無形也 那我們見到呢 這些放大了的時候 這些是很特別的 像這些呢 這些呢 都有一些很奇怪的 我們放大一點來看 我再按一下 當看到這些的時候 我們怎樣做呢 如果不懂得看的時候 就以為是石碑的崩爛 多數覺得是石碑的崩爛 但是事實上 在這個碑裡面 不是崩爛 那碑很完好的 很精整的 在無形的無字的地方 有一些斷筆的地方 有一些好像呢 二重線所謂寶筆的地方 好像這類的樣子 科金先生都認為這些是寶筆 可能是寫得第一筆不夠長 第二筆再加長去補筆 這筆的地方呢 他都認為是二重線 或者是不知寫得哪筆先 再寫另外一筆 那這兩位呢 年紀大一點的就是 方金大林教授 那年輕的那位就是 方金智先生 那方金智呢 是方金大林先生的長子 那他們很難得的地方就是 方金智先生呢 因為是報讀了北大的博士生 他懂普通話的 近這幾年呢 他們一路發表論文的時候 就是兩父子合作 一個講日文 一個做翻譯 這對父子兵呢 真是難得 這本呢 就是我在一個雜誌裡面 找出來的 就是這個禅逸塔本 這個禅逸塔本呢 有日本前代司法家